音乐 我们现在为同学介绍第十四单元 Part J 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要应用到广义的特征向量了 我们广义的特征向量 什么时候会发生 怎么算 有什么应用 会在这一节里面做详细的说明 我们就举这个例子 A 等于三乘三来说明 那因为是三乘三 所以呢 我们就预测有三个特征值跟三个特征向量 问题是 这个特征向量真的可以求得出来吗 我们需要用到广义的特征向量呢 这个就跟A 矩阵有没有重复跟有关了 首先 我们算A 矩阵的特性方程式 就是λ i-a 的行列式等于0 那再经过因素分解 那我们就可以很轻易的知道 原来这个 A 矩阵呢 有 2 1 1 这三个特征向量 其中λ i-a 等于 2 是单一值 没有重复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有相对应的一个线性独立的特征向量 可是对于λ 2 3 这两个特征值是重复 那这两个特征值 按照典型的特征值 特征向量要满足的方程式 到底是给我们一个还是两个特征向量 这个我们就要下去检验了 好 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个λ 1 等于 2 算出它的特征向量的话 那它当然要满足λ i-a 乘以 p 要等于 0 向量 那把λ 1 带 2 进去 我们就会得到等号 最后的等号这个公式 那这个 p 的系数矩阵呢 我们检查它的 rank 那一定就是 2 那 2 的话就代表说 三列方程式其实只有两列独立 有一列向一 那我们有三个未知数 所以有一个自由度造 一个不是0的解 当作我λ 1 等于 2 的特征向量 那我们把它带进去的话 的确就会发现 我们有一个自由度 那我们就把第一个元素设2 那第一个元素设2的话 第二第三这个元素 从上面那个方程式里面的任何一列方程式 我们就可以轻易的计算出 另外两个是-1 跟-2 所以呢 当λ 1 等于 2 的时候 的确我们只找到一个特征向量 那它的元素就是 2 -1 和 2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重复根的部分 重复根的部分是λ 2 等于 1 那我们带进去我们的特征值 特征向量要满足这个公式里面 把λ 2 带 1 进去的话 我们发现 P 左边的系数矩阵 rank 12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 我们也只有一个自由度 来选不是0的特征向量而已 可是λ 2 重复出现两次 我们少一个 那一个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用广义的特征向量 来把它补足 那所以呢 针对第一个特征向量 我们呢 可以猜一个 任意可以 决定一个任意的系数 我们就 猜第一个 是7 那2跟3 -3-5 就会给 轻易的算出来 那这个就是λ 2 等于 1 的时候 所算出来的唯一的一个 典型的特征向量 那接下来的 P 3 怎么办 我们这个方程式 不会再给我们不同的解了 所以呢 我们就要用到广义的特征向量 所以呢 我们要由 由那个 P 2 伸出 P 2 1 来当作我们是第三个特征向量 也就是呢 我们要把λ i-a 乘以 P 等于 右边不放0 而是放我们 P 2 的负号 利用这个方程式 来解出我们的广义的特征向量 好 那我们把它带进去以后 就得到这个公式 那这个公式 我们检查 P 的 左边的 系数 矩阵啊 它的 rank 是 2 然后我们同时 也检查这个 扩充的矩阵 这个扩充的矩阵 就是原来 P 左边的 那个 3 乘三的矩阵啊 最后一行 第四行 再把-P 2 把它放进来 变成一个 扩充的 矩阵 那检查它的 rank 它的 rank 也是 2 的话 就代表 我这个非其次的带出方程式 是有解 那也 现金独立的格数也只有 2 所以呢 我有一个自由度来选 不是0 的解 那我们 就把第一个元素呢 设 9 那 2 跟 3 就可以轻易算出来 就是-4 负 8 那个就是我的 P 3 的特征向量 好 那特征向量有什么应用呢 就像之前的 特征向量一样 如果说我这个系统有特征向量 我们可以做 A 矩阵的对角化 如果说这个矩阵 有 重复根 那有用到广义 特征向量 那这样 广义的特征向量 也可以拿来应用 做相似转换 然后得到的新的 A 矩阵啊 它类似对角 可是不是纯粹对角 它是方块对角 我们就举这个例子来说明 例如说 我们刚才算出来了 P 有 P 1 P 2 P 3 分别是λ 1 λ 2 3的特征向量 那我们把这个 A 乘以这个 P 那 A 的左边乘以 P 反矩阵 右边乘以 P 得到一个新的 A bar 这个矩阵的话 那它就有这个特殊的形式 它也类似对角 可是它是一个方块方块对角的 那这个 A 跟 A bar 我们也称说是互为相似矩阵的转换 所以呢 这个 A bar 有特殊的形式 它其实是一个上三角形的一个矩阵 而且它是方块对角化 我们可以把这个矩阵看成两个方块 第一个方块就是 1 x 1 那在 1 1 那个位置 那其实就是我们没有重复的特征值 2 那第二个就是 2 x 2 的一个 Jordan 的一个方块 那这个 Jordan 的方块有一个特性 它的对角线一定就是我重复的特征值 那在这个对角线上面 右上的那个对角线一定是 1 其他的元素 通通是 0 同样我们也可以用 MATLAB 来帮我们算 这个矩阵的特征值 特征向量 尤其有广义的特征向量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不用 EIG 埃根 而是我们用 Jordan 因为它会帮我们用相似转换 会变成 Jordan Form 所以我们用 Jordan 这个来命名这个函数 同样我的 A 3 x 3 我们在 MATLAB Program 里面也把它输进去 接下来我们就算 Jordan 挂号 A 它就会给我们特征值跟特征向量 同样它的输出就是等到左边的 P 跟 J 那 P 同样会给我们特征向量 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的 P 跟我们用手算的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的 P 其实是一样的 它比例是一样 所以它就是一样的特征向量 我们可以用 Jordan 这个 MATLAB 的函数 来帮我们算出特征值跟广义的特征向量 那我们用 Jordan 挂号 A 以后 得到左边的 P 跟 J 那这里的 J 就是我们 Jordan 的方块对角矩阵 那就像我们这边看到的 它是一个 Jordan 的方块对角矩阵 那对角元素呢 一样通通放我们的特征值 2 1 1 这三个 A 矩阵的特征值 那这个 Lambda 1 等于 2 Lambda 2 Lambda 3 等于 1 跟我们只能用手算的是一样 那这个广义的特征向量跟特征向量有什么好处呢 一样也是做相似转换 也就是我们把 A 的左边右边分别称 P 反矩阵 P 那这个 P 里面呢 有 A 的特征向量跟广义特征向量的话 那么我们所算出来的 A bar 这个相似转换的矩阵呢 一定是用 Jordan 方块的对角矩阵的方式来出现 同样我们这边也有两个 Jordan 方块 第一个就是存量的 1 x 1 因为 Lambda 1 等于 2 这个是单一值没有重复根 可是 Lambda 2 Lambda 3 等于 1 的话 它就有重复根 那它的 Jordan 的方块 就是用 2 x 2 的方式出现 那对角元素同样是特征值 就是 1 1 那对角元素的上一列的对角 元素呢 指一定都是 1 其他都是 0 以上我们的说明呢 结束了单元 14 这个单元 14 首先介绍 我们状态变数的基础的理论 包括怎么定义状态方程式 怎么定义输入输出状态变数 还有这个状态变数跟转换函数的关系 还有这个状态方程式跟我们高阶微分方程式的关系 最后我们定义这个系统的特性方程式 然后它的特征值特征项量怎么计算 那后续这一些都是重要的基础理论 后续的课程都会引用到这些重要的理论 来设计我们状态空间的控制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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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춤